练习要上角立即关注,更多健康内容不再错过,不定期惊喜送给你。 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经常都能看到对非好的蔬菜,只是我们并不那么流利而已。 今天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,吃什么蔬菜对非好,想要知道的朋友,一起来看看吧,吃什么蔬菜对非好。 1.菠菜。菠菜中含有多种抗氧化物,有助于预防自由基总伤造成的癌症。 每天吃一碗菠菜,科室患肺癌的几率,至少降低一半。 此外,番茄、胡萝卜、南瓜、梨和苹果,也都可以预防肺癌的发生。 2.西洋菜。 3.山药。山药是论费的最佳食品之一,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可以吃。 最好的吃法是做山药粥,或者是直接清炒山药就可以了,不适合与其他的食物相配。 4.白菜。白菜是人们常识的一种大众化蔬菜。 中医认为,白菜腥味干瓶,具有疏风解表,润肺癌和清润制法,调理味肠,通力小便,解毒消毒等多种功效。 5.莲藕。洁白的莲藕可以精热润肺,凉血型日,莲藕好吃,而且可以生吃也可以,养肺润肺的食物。 1.雪梨。食物渐渐,常见水果,阴肉嫩白如雪,固德鸣。 海苹果酸,柠檬酸,维生素B1,B2,C,胡萝卜素等微量元素。 清肺原理,白色入肺,酷白色食物都对肺肉保养功效。 1.雪梨水分大,性略含,可以生肌润造,轻易热化碳,健康于心肺梨,把雪梨内部偷空,放入川北,并堂得上锅桌或整熟。 2.在烧冷却后,加入细胺糖,羊怀花蜂蜜,成蜂蜜雪梨。 2.银耳,食物简介,真具内银耳克银耳术植物,英军中之冠的美称,性贫,肺肝,胆,无毒,既是名贵的营养滋补价品。 又是浮整强壮的补药,清费原理,同为白色食物,银耳性更温弱,比雪梨更适合体派或肠胃不好的人。 同时,又有一气清肠的作用,健康去银耳粥,先将银耳套发,吃根切碎,在煮米粥开锅后加入,煮20分钟左右,处于半融化的粘异状态最好,更可以去银铜炖成银耳雪梨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